回到节目现场 我们先来看到 其实今天早上 这个前国大代表黄鹏夏 他在这个脸书 发了一篇文章 他旁边放了这一张图 我们来看看 这两位男主角到底是谁 一位是习近平 那旁边这一位 这不就是蒋万安的爸爸 蒋孝延吗 来看看这个黄鹏夏 他怎么写的 他说这张照片 2014年2月份的时候 刚刚就任的中共总书记 习近平 为什么要用家宴 这样子特殊高规格的形式 来款待蒋孝延呢 当然这张照片一出来 这个蒋万安 真的必须要好好来讲一下 只是说阿淼 我们看到 包括这个爸爸 去跟习近平这样握手 这样吃饭的话 那这样国民党还要挑这个染红的议题 来打选战 那真的没聚呢 阿淼 我就是想说国民党来帮蒋万安的人 到底是真的想要帮他 还是想让他留在立法院 我是不太清楚 因为主动挑中国的议题 然后把它变成选战的焦点跟主轴 这不就是国民党在搬石头砸蒋万安的脚吗 在台湾大家都知道 谁主张要跟中国好来好去 谁主张要跟中国有进一步更密切的结合 是谁主张这个要去开国共论坛 然后要去跟这个习大大握手 从楼到尾 这都是国民党的政治主张 那今天国民党他抓到了什么真凭实据 说陈时中你有这个跟中国 这样子不当往来的嫌疑 只有陈时中的书里面有讲到一个故事 而且这故事还不是陈时中自己讲的 他说他当兵的时候遇到别的老兵告诉他的 他引述说有个老子跟我说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里面有讲到林彪 那以后呢 这个其实这个老兵跟他表达的是 待人要待心 待兵要待心 所以陈时中说OK 他有听到这个老兵的话 然后未来在他的公务生涯当中 他会想起这老兵告诉他 就这样而已 那你的老兵叫做林彪吗 还是说陈时中有讲说林彪是他的偶像 对不对 像我们台北市市长 这个柯文哲经常他说他很喜欢毛泽东 然后他都去毛泽东游览过的地方去游览 看毛泽东的书籍 毛泽东是他的偶像等等的 我看许晓鑫他们开记者会的时候 我还以为陈时中也讲这样一样 结果一看 他讲说一个老兵跟他讲林彪的故事 这样而已 有这样子的时候 国民党就可以煞有其事开一个记者会 会这样批 哇你陈时中你染红 然后蒋万安主将 还出面说那你是不是中共同路人 你是不是中国台北对啊 那我请问你拿到一只鸡毛就当令箭的话 国民党从上到下 从蒋万安你候选人本身一直到你所有的竞选干部 里面有多少支箭会插在你们自己身上吗 本来最近我们看陈时中的竞选策略 他是要谈市政的 他没有进入这种所谓两岸 他也没有进入这种所谓你红不红 中共的红这个话题 这是他们自己挑起的 蒋万安讲这样子的话 其实对于陈时中来讲 不就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吗 蒋万安你自己要打开这个潘朵拉盒子 那我们来看看你的竞选总部 你的后面有多少这样子红的代表出来 所以今天马上有人就讲 你任用了这些 这个你请到你竞选总部来作证的这些签税 有好多都是这个提倡中国一带一路 我想说当初他们提倡一带一路的时候 幸好没有听他们的话 因为现在一带一路的惨况 大家都有看到 加入一带一路的国家 有多少是因为债务问题被中国卡脖子 甚至国家都快要濒临破产了 那个下场都很凄惨 所以这些人他又被翻出来了 本来你不提的话 还不会有人去翻这个 他一讲人家去翻 就跟这个蒋万安不讲还好 他找李庆安当他的竞选干部 人家就说你找美国人来当竞选干部 那你这个竞选团队里面到底怎么样 又唤起大家记忆 像蒋孝妍 说实在的 张孝妍蒋孝妍也好 现在的年轻人很多已经不认识了 但是一提到这个抹红之后 马上有人说 你抹红陈思忠的话 你爸爸跑去跟习大大握手 这怎么回事 马上又被翻出来 人家看到了 对不对 所以我是认为 蒋万安要知道自己的优势跟劣势在哪里 过去他好像迷路一样 一直在每天这个 每天好像都很勤跑 结果跑来跑去都原地跑步 人家发现原来他是跑步机 对不对 都是好像姿势很飘沛 但是都原地 那现在他说他要跑起来 可是他跑一个错误方向 他跑到一个别人陈时中的优势 他自己的劣势的地方 然后他的同志 国民党的同志 还很高兴搬石头砸出去 以为打到阿忠 结果打到K到蒋万安 K到蒋孝妍 所以我就觉得台北市的选举 三方就好好来选 提出市政的论述 你要讲中国议题 当然讲 因为台北市也有双城论坛的这些议题 那你讲你要认真 那你不要抓到人家书里面 老兵讲的小故事 你就说你这个跟中国这样 如果这样下去的话 我觉得到最后反弹回来这回力标 蒋万安才是受伤 比较惨重 蒋万安会不会讲这议题 最后自己内伤 这个红禄委员稍微来帮我们补充一下 好不好 因为今天看到这张照片 当然网友会热议 你蒋万安怎么好意思 说人家陈时中 到底是不是中共同路人 你自己的爸爸 之前跟习近平 这样握手 这什么意思吗 好来 红禄委员 其实要替陈时中抹红 我认为困难度相当相当高 信者很信 不信者很不信 可能深男的会这样子更巩固 支持蒋万安 但其他的我不认为 一般的选民会认为陈时中 这样就是被抹红 因为整个民进党 现在他的政党支持度 比国民党高之外 整个民进党就是护台湾 保卫台湾 民进党从头到尾的基调就是这样 那陈时中当然也是这样 这不可能有多大的改变 不要忘了 柯温泽那时候选的时候还说他是墨率 他也是为了要这样子拿到这个民进党支持的票 那如果蒋万安认为这样子给他给陈时中抹红 会让民进党的支持者跑掉 我认为是反效果 为什么呢 因为刚刚大家有提到 他的新书里面只是提到说 他听别人讲 他听别人讲 他只是在说一个故事 他并不是说我认为 对不对 他只是说有这个故事 那这样子你就把它抹红 那有很多人 以前在写文章或写毕业 或什么要写作业的时候 那时候几十年前还一定要写反共大陆 三民主义统一中国 如果不写这样的话 搞不好也不能毕业 那是真的吗 当然不是 是为了毕业才写的 对不对 那你说陈时中会这样吗 对不对 从整个防疫的时候 国民党的人一直在抹黑 然后国民党一直说要买中共的疫苗 那时候陈时中有说吗 对不对 如果这样的话 陈时中如果真的是有一点红红的心 那时候 那个不合法的疫苗 没有经过国际认证的疫苗 搞不好就到台湾了 这就很容易去印证 倒是蒋旺安 把自己的这个伤疤给他拉开来 对他把自己推到风口浪间去 他把自己的伤疤拉开来给大家看 我跟你讲 如果他自己要走这条路 我认为 照片不会只有一张 不会只有习近平捆带这个 他爸爸蒋孝言 只有这一张 我认为他们家的人去大陆不止一次 去中国不止一次 应该去很多次 之后的照片会被翻出来更多 我跟你讲 这样子人家反而会觉得蒋旺安 会怀疑你 你到底是不是中共的代言人 这件事大家都在等这个蒋旺安出来 给大家一个回应跟解释 不过讲到跟这个跟中国的交流 其实也必须要来看 这柯文哲之前态度非常的强势 不管议会的议员怎么样反对 反正他就是硬要办双城论坛 搞到现在 好啦 他95万可能要自己出 不过呢 这也不要紧 因为柯市长背后 有这个陈佩奇相挺 我们等一下回来 一起来看 我们下期再见